廖碧尔一身名牌雏形购物,豪扫十万战利品,有了富豪男友豪爽不少。 艺人廖碧尔虽已经将近四十岁,但多年来情场战绩也算是非常精彩,不但和刘恺威、陈豪拍过拖,而且当年还被传音拜金甩掉陈豪,最近他就接受香港八卦周刊访问,高调承认与富二代卢启贤、Kevin,等恋情,男友更被港媒爆出是隐形亿万富豪。 但早前却有人向港媒爆料,声称廖碧尔的现任男友,其实与前女友还没有分手,而且还一同前往泰国旅游,据知情人还透露说,其实廖碧尔才是第三者,一下子令大家对此事都难辨真假。 对于这样的传闻,之前廖碧尔出席活动时就回应说,我知道他们是朋友,而且两家人很熟,但女方其实已经结婚,有了自己的家庭,希望大家不要骚扰她。 我和陆启贤、Kevin,认识了一段时间才交往,是认真才公开的。 据港媒在5月3日的最新报道称,日前廖碧尔与助手现身商场名店扫货,从照片所见,虽然廖碧尔以一身修监装打扮出行,但一身原来全部都是名牌,而且价值不菲。 据港媒称,单单单廖碧尔手拿的包包就已经将近十万港元,经过爱情滋润的她,看上去心情非常好。 廖碧尔与助手走进名店后,她非常专心地在挑选衣服,偶尔还是助手交流一下意见。 像廖碧尔这种豪客,在她身边当然围住不少的店员伺候,经过一轮精挑戏选后,廖碧尔在名店一共豪十万扫下了两袋战利品,果然有上亿的身家的男友,就连买东西都豪爽很多。 话说这样算不算是在预演一下她的阔态的生活呢? 其实近年来廖碧尔经常都被报道她认识不少富商,而且生活指数升级不少,但在去年廖碧尔出席活动受访时,就曾表示过,自己买名贵手袋都是自己的钱,而且是为了奖励自己努力工作。